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探讨或者是就研究喜欢哪位书法大家 前两天有一位书法家他就说 说我特别特别的推崇清代的刘雍 和前两期我们介绍的潘陵稿 觉得他们的书法的风格他很欣赏 但是他旁边的一位朋友就提出来 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风格我不喜欢 当时我就问了 我说您为什么不喜欢呢 他说两点 第一点觉得好像是在劲道上差一点 就是鼓励上可能差一点 我理解 另外阳刚之美欠缺一些 我当时听完这个话之后 我今天也是带着这个问题来请教您 这两位也可以说都是书法大家了 一个是呼声很高 推崇废致 这边呢确实认为呢差距很大 不很欣赏 那么您对于这二位 大家您怎么看 你谈到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啊 社会上早有这两种看法 这不单是对一个人 对潘或刘这两个人嘛 而且每个书法家旁边都有两种评论 都是褒贬不一 对都是褒贬不一 上至汪熙之 也是如此 对汪熙之大概有三种态度 他多一种态度 比如对刘雍的字不满意 对潘灵稿的字不满意 这是一类人 你再一类人就是推崇被制 就是非常好 或者是相对的成功 这个鲁迅说一句话 没有不胖不瘦的人 这话说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啊 你或者基于胖一点 你或者基于瘦一点 没有绝对不胖不瘦的人 就对一个书法 一个书法家 一个或者一篇书法作品 没有一个认为 这个也不好也不坏 不会这么认为 或者是秦阳语说 能成立好的 或者非常好 极好 或者是一塌糊涂 一无是处 或者说基本不成功 那王羲之的另外一种声音 王羲之另外一种声音 人云以云 因为他是书生 对了 所以有些人呢 他明明他反对 他说想说王羲之不好 但名气太大了 自己要说不好的话 就怕被别人耻笑 所以于是人云以云 多出这么一种人来 但是仍然有胆量大的人 说王羲之显得不好 或者有 他真有见解 他不怕 不随 不随潮流 他就感受了自己的见解来 更多人当时是说 王羲之显得非常非常好 是真心的宠卖他 但有人就是 仍云以云的这样 但是对于潘灵岗和刘雍 尤其对潘灵岗 用不着仍云以云 我说好就好 我说不好就不好 他不会 因为我说潘灵岗不好的话 并不会引起别人对我歧视 或者是 大的争议 对 所以他这个就没有问题 因此就是大致是两个方面 而且潘灵岗又没有刘雍 刘世安那么大名气 所以对潘灵岗的争议就更多一些 但是呢 我们说潘灵岗和刘雍啊 大体是一个体系 都是在表面看来 肉多骨少 这么一类的书封 所以现在呢 有些人就说 当年呢 杜福就说过 这个书到寿硬时通神嘛 得寿硬才好 像这种写的飞飞胖胖的这样的字 其实这里就不好 就浑圆 对对对 就是这里就是不好 其实啊 书法也是多元化 多风格的 就像我们饮食也好 买蔬菜也好等等 它是种类翻多的 你一喜欢吃这 他就喜欢吃那个 比如说 可能南方人就喜欢吃辣椒 非常喜欢吃辣椒 但是咱们北方人 多数人吃不惯 微辣也可以 太辣就受不了 可是呢 南方有些人 不吃辣的吃下饭 而且我到南方去之后 我到一个饭馆的时候 我说这个菜里 你不要给我放辣椒行不行 那里那个厨师就告诉我 不放辣椒我不会做 在各个方面都如此 穿衣戴帽 都有审美上的 你以同 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常见这些东西 在说法方面更是 你要想说服它 是没有用的 我们准确的念这个词 应该是说服 但经常大家说说服 我们也就 这个因素就俗 就说 你很难去说服 你要想着 说这东西是不美的 我告诉你 它是美的 你心里很烦恶它 怎么说也说不过来 有一个是水平问题 有一个是爱好上的不同 但是刘庸 潘林搞这两个人 既然在书法界 应得这么大的名气 这么多人效仿 追随 临摹 我们说 他们两个都是成功者 但是你要把它说的一塌糊涂 你肯定是偏见 因为你否定的是多数人 但是你要说 这一点问题没有 那任何一书法家 都不会是完美的 都会存在某种的不足 但是我这种水平 我几乎看不出来 潘林搞和刘庸 和刘庸这些书法家 究竟哪一方面的不足 我就看不出来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说他没有鼓励 什么没有央刚之美 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 非常模糊的概念 怎么叫央刚之美 怎么叫有鼓励 写出来跟铁棍的似的 这叫央刚之美有鼓励吗 那叫倔强无韵 也有批评这个 你写出来刚很无韵 倔强无韵 死硬死硬 那这肯定是不好 你稍稍一揉美一点 你又缺乏央央刚之美 于是你又挺 挺直一点 那么笔划又用上力 他又说你缺少阴柔之美 实际上我说了 冬无艳阳 夏无复阴 艳寿荤飞 各有所爱 你很难去挑剔吗 冬天人们总抱怨 没有太阳 没有阳光 到了夏天 找不着阴凉 找不着休息地方 感觉灶热难堂 类似这种情况 总不能达到大家 众口一词的赞美 不会做到这样 但是我们书法家 最后要占到人和 是要占到多数 多数人认为你美 那么这就是好的 如果你自己认为多好 或者机少数人说你好 大家都不满意 都看到你自己一生 觉得不美 不好 那么你也不能算是成功者 何况早有古人 对于这个刘雍啊 就有一些评论 我觉得这个有一段评论 就是清代的一个书论家 他叫徐柯 他的评论 我觉得近乎于有道理 就说他把你所谓的这个 没有央刚之美 没有什么鼓励 这些问题 他解释的很清楚 我们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 浑身肌肉 应该说是个健康的标志 但是我们中国人 练太极拳的人 却甚至见不到什么肌肉 但是爆发起来 也是十分了得 所以你并不能拿外形 来恒战内在 像潘灵岗这一类的书封 他们都是棉里藏铁地住写法 在外表看完之后 软绵绵 实际上里都鼓力很动大 所以不要从外形看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接着说 清代的虚科 他在论述到 刘雍的时候 他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我们拿笔把它写下来 和这个网友们 一同来欣赏他这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他 我们来看一看 虚科是这样说的 他说 刘雍的书法呀 精华运续 静气内敛 带如浑然太极 刀罗万有 仍有莫测其高身耳 看 他的意思就说 刘雍这种字 是精华内敛 在里边运续 而不是张扬 那么呢 如同呢 太极一样 昏如 这个带如浑然太极 包罗万有 这里边包含的东西太丰富了 人莫测其高身耳 人呢 很难判断 他究竟有多深 就说 非常非常的 好了 康有为 对刘雍也有这个看法 按理说 康有为 是一个非常 推崇悲学的人 那么刘雍呢 是完全是写帖的人 但是 康有为 对他说 说刘雍的书法 是帖学的 极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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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见到 可以见到 这个书法界 对于刘雍的评价 相当的高 而潘零稿呢 写的 也大体是这种风格的 就是说 不要管看 这个笔画 软硬 或者看他是怎么样 这个莫多莫少 因为潘和刘 有共同特点 刘雍的外号叫 叫浓墨宰相 专门有浓墨写 而且占得很饱 因为他不愿出棱角 所以占得莫多 又饱 莫过多之后 占得太饱了 就不容易出方笔 容易出远笔 所以跟他叫浓墨宰相 潘零稿也是这样 很少见他的非白 写出字里都团团团团团的 非常圆满 所以这种字 是一种风格 往上推述到 宋代的时候 有人很多说 这个苏式的字 形同莫诸 也是说的 又莫过多 实际上 这是一派风格 一家之言 某一人说的 不见得算数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刘雍的书法也好 是苏式的书法也好 汪锡之的书法也好 他们风格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是大家 他们写的字都是法书 但是他们讲出来的话 却未必都是法言 我们只能是学习他的书法 他讲的话 我们去参考 如果大家说的不一样 并不见得都不对 或者是都对 只能说 我们在参考当中 去体悟 田老师刚才你也提到 说这个刘雍和潘灵稿 他们的风格大体是一致的 我也曾经看过 他们的字 都是很圆润的这个字 很难看出来 这个字中的一些 棱角和变化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书法作品中是多见圆笔 多见圆笔 那我想问一下 那方笔他们也能写吗 是的 有人会怀疑这个问题 你提的问题很好 其实啊 凡是一个书法大家 他都精于笔墨 笔法非常的运用灵活 他们愿意圆就圆 愿意方就方 一张一尺都可以啊 有人说潘灵稿和刘雍 他们只写圆笔 实际上他建的太少了 嗯 潘灵稿的楷书他建的很少 我我见过很多潘灵稿的楷书 那个楷书写的相当到位 而且多数都是方笔 嗯 非常之好 有一位故宫博物院的一个鉴定专家 嗯 他呢 看到了潘灵稿啊 给这个文安县写的一个碑文 他们踏下来之后呢 楷书的碑文嘛 就送到了故宫博物院 给这个鉴定师看 嗯 这位建的家看完他说 他说我一 我以前认为潘灵稿的新书拼拼 看到他砍书之后 我才知道真是一代大家 嗯 这就是文安县县领导 他们找到了故宫博物院 建的完以后 或者告诉我的话 嗯 当然是间接过来的 但是又是相对的之间 他们听到那的话 我去了 而且赠送我一张踏片 这张踏片时间长了 我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 将来找到之后 出示给网友们看一看 凯书写的非常的尽道 因此说呀 你看它都是圆笔呀 实际上它是方笔写过来 嗯 可能是你看的都是方笔 它用的是圆尽的东西 嗯 这里有很多的一些笔法问题 非常的奥妙 嗯 大家还需要知道 刘庸庸的那个笔呀 是狼豪 嗯 尤其难得 用狼豪写出这么软 绵绵的 而且这么丰富饱满的字 更难 狼豪比较硬啊 对了 狼豪很硬 写出之后啊 容易犯这种拙劲 或者过于的 这个直硬 出这种笔画 而刘庸庸拿狼豪写出字来 这么软 功夫很深 这就非常深奥 嗯 所以说的浑然太极 嗯 这说话说的有道理 不用说是潘灵稿 或者是这个刘庸 他们的楷书相当的激劲道 我见过刘庸有很多楷书 因为这小楷写得太好 我真的是 五体偷地的蛇服 啊 我要说 就拿我本人的这点水平来说 想写方笔就可以写方笔 想写圆笔就可以写圆笔 大家看到我写的这个楷书 那很多都是方笔 我的新书也多 多一部分都是圆笔 因为啊 风格的喜好不同 他喜欢这个圆笔 他喜欢方笔 在写字的时候 形成自己的风格 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 这个 这个 一个枝字啊 这就是方笔 这不就是方笔吗 方笔 都见脚见篮吗 见龟脚的都是方笔 如果我们 用圆笔写回来之后呢 这没有棱角 这就是圆笔吗 所以你看到圆笔之后 你觉得就优化 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它是风格的不同 潘笔稿和刘雄都一直本领 我想让它方就方 想让它冤就冤 想让它莫多就莫多 胖一点瘦一点 它随便的掌握 只是它喜欢那种风格 它强化这种风格 那也就是说 它写着那种风格 它最舒服 我们无可挑剔 所以不要以为 某某人的字啊 莫多了一点 胖了一点 肥了一点 于是就说 飞鱼无骨等等 实际上大书法家 那不得了 就要到了苏东坡那种境界 他写字是 已经完全不在于 这个技法方面了 就是公主不济 到了化性的时候 你更不能用这些外貌 去衡量他的书法 关键就是那些个 那个背后的那些东西 我们作为演员的 经常说的一块 前台词 后面的东西 有多少丰富 这是关键的东西 可能就像是一个演员 他本身的演技很好 他喜欢演这个 反面人 反叛人物 对 正面人物 可能他演的都很棒 但是他善于演 善于演的方面 他喜欢 他更喜欢揣播 你这个理解是对的 对 但是他的水平 仍然很高 就是表现的不一样 对 用在说法中 甚至换个行当 他也是高水平 对 是这样 田老师 我觉得您对于 这两位 这个大家 也都是赞誉有加 推崇被制 推崇被制 但是 虽然您推崇被制 但是我仍然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有些 一些书法家 评价他们的书法作品 我听到一个词 我也很难理解 他们说 我觉得他们的水平 很俗 就是说表现的这个书法很俗 就是说刘庸 或者说 对 这个原话我记不清了 大概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在书法界 常用这个俗字 就是这个俗 那这个俗 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不是通俗的意思 通俗 不是通俗的意思 是说它理俗 嗯 说它是一种毛病 这个俗 就是平常我们说 俗不可耐 比较俗气 这人很俗气 但庸俗 都是这个意思 荒庭间 就是宋代大书法家 荒庭间说过 就是说 书法 为俗不可依 为俗不可依 俗就不可依 就是 这人啊 也好 字也好 只要他太俗气了 这就 不可一致了 没什么好药 俗不可依 这差一可子 俗不可依 就是 为俗 就没治这个毛病 本来的俗字 是对书法 贬低的时候 是用的 最尖刻的一句话 说谁写的字 你看好坏 太俗气 十八层地狱打入 对了 有点这种 等一下就打入 十八层地狱 用了一个俗字 就非常之坏 还不是说不好呢 是不是 就比 说俗气的时候 就是非常厌恶 对方的说这个话 极其的意思 但是我们说呢 这个俗字 对潘灵稿 或者对刘优 用的话 这已经很不新鲜 因为书圣汪西芝 都难幸免 唐代人就说 汪西芝的字吗 说他是 这个 西芝 苏书 称五妹 就汪西芝的字 是俗属 就是非常媚巧而已 这就是对 这就是对 汪西芝的批评 早已有之 那么后来说 赵蒙福的字 也是俗 等等 说了很多人 我们今天呢 就是把这个俗字 录清楚了 当你攻击别人 批评别人 用这个俗字 说一定慎用 到底是他俗 还是别人影响他 支持他俗 是怎么个原因 大家会说 你写的字 别人怎么会让你俗 去支持你俗 这是什么话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 赵蒙福写得相当好 他自己一点也不俗起 赵蒙福写了很多的文章 论书 都提到 他也坚决烦地俗 可是偏偏 他最烦物的东西 别人却 枪架在他头上 说他俗 这是为什么 就是宗者甚多 屈之若物 大家都学的 你也学 我也学 当年的潘陵稿 也是这样 在民国时期 这位移称风气 学潘陵稿 都在学 而且不学的海书 都学的星书 结果弄来弄去 弄来弄去 就形成俗了 原因在哪 就是太多了 就俗了 所以 而且你学不好 比如说 有一句成语 叫东师笑评 东师笑评 所以西师呢 因为有病 捂着胸口走路 病西师 非常美 我们知道 历史四大美人 四个特色 病西师 恨大吉 笑包四 醉央妃 央夷妃喝醉最美 大吉娘的生气 要杀人数最美 那么西师病了最美 央夷妃 西师病了最美 央夷妃醉了最美 喝醉酒最美 所以四大美人 都有各自特色 于是东师看到他 五十胸口走路 非常美 他也学现 效仿 如果大家都这么去 效仿西师的话 没有西师那种美貌 大家都在 五十胸口走路 你想一下 是不是个病态 我所说的病态 不是说西师那种病态 是大家 本身这是一种病态 不是一种病态 所以大家都在学 学成功的还好一点 学不成功的 造成什么局面 就给那个书 给那个书法家 画了一张漫画 夸大了他那个特点 你知道特点 往往也是优点 也是缺点 只要把它夸大了 它变成了一个缺点 变成了一个漫画上 突出的 有点像哈哈镜的那种效果 对 所以我们说 有些书法家被俗化的原因 不在书法家本身 是因为从者太多 而且不成功者又最多 蔓延的满天下都是 你看到都是一个不成功者 你把最后的这个毛病 都归结于那个 那个创始人 实际上这是不公道 如果你只见了 这一个人这样写 你就说他俗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因为他多而烂 多而俗 这不应该都让 你个书法家去负责任 如果枪加给他本人的话 我想这是不公道 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每日一字 向大家介绍一个华字 华就是中华的华 华丽 华贵 这个华字 先用楷书 写下这个字的基本写法 谢谢大家 这个滑字难度比较大 写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当中的几个关键的结构 大家先看一看 上边有横向的这些间距 这些一定要写准 我们下边边演示 边给大家再讲解这个字的结构特点 上面的草头应该写得宽放一点 这一横要短 这个地方就是当作一个草头来处理 横要长 这一横不能太短 树笔要正 注意在收笔的这个地方下来 这个地方不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垂路 一般的他不去这样处理 就说这一笔下之后 用这种方法去处理 不去 欧阳雄呢 也一般不当作一种完全的宣真来处理 也就说他也不是说 要写成这个样子 也不是 他是 一个 尖锋收笔的时候 或者稍稍带一点圆 再看 他是常用的这种笔法 下来之后 好像是要收成尖锋了 他又回了一下 这要注意 欧阳雄经常使用这种笔法 我们再写慢一点 让大家看看这个字 我已经说过 因为在宣纸上写 速度太慢的时候 他就会被阴湿 就看不清这个点画的一个特点 是这样的 这个画字还有几种写法 比如说 把中间那些像草头一样的这种写法 直接连成一个长横 就这笔 直接写成一个长横 左边一点 右边 右边一点 这种写法也是常见的 再写下这第二种写法 写成一个长横 还有的写法呢 就是这样写 直接写四个人字 在这样写 这是根据传书当中 那种写法 因为这个花和花 就是这个鲜花 这个花字 在古文当中 有很多是通用的 或者互为一体写法 所以我们当 所以我们当见到这个花字的时候 在古文当中一定要注意 它是不是花的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上面这个字和它 这二者是一个字 是不是这样的要看清楚了 它一般的有时候就当花字来解释 有的时候呢 它就是华丽华贵是另外一个解释 务必把这个字在字意上弄通它 我们再写一遍这个字的凯书写法 第一种 还有一种写法呢 欧阳勋也使用 就是直接里边写两个人字 上面相同的 是这样 所以在凯书当中啊 无非这几种写法 我还是向大家推荐 第一种写法 最为规范 看一看 看一看这个字 兴书写法 常见的 就是这种 再看一下 再写慢一点 大家看看这种写法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也有上边呢 右方不用这个皮笔 直接点成两个点 这样再写 这样再写 需要说明了一下呢 在行书当中 这个竖笔 一般的不在取中 稍稍向右倾斜一点 注意看 这一笔应该在这儿起是中 但是呢 在行书当中呢 往右边一点 所以你看呢 从这中间看 就看得出来 竖笔并没完全取中 但是也不要倾斜过度 向右倾斜过度 这字反为不美 就是什么事情啊 都是有一个度 这个度没把握好 过犹不及 比如说你写到这儿来 这字就很丑 过 这就不能用 当然 宁可靠右不能靠左 在这一点上 开个玩笑说 应该是宁右勿左 如果这样写的话 就更糟糕了 这比第一种 就前面这个错误的 还要严重 是不可以的 这是在书法当中的一个禁忌 再产兴书写法 在兴书写法当中 基本上是这一种 至于说风格问题 那是另一 风格 比如说 这个天津有一个画室奎 他写这个华字的时候 他基本是这样 但这两个点点得相当的高 然后下方呢 他却 比较靠下 集中起来 成了这样一个书题 一种风格 所以也很美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草书写法 也大体上 只有这一种 没有更多的 有的有小变化 基本体式 都是这样的 再看一遍 注意看他的笔顺 他的笔顺 是这样过来的 点点 这跟上面 兴书是一样的 写横 然后就写竖 挑上来 一二三 左边一竖 右边一竖 是这样的 偶然也见过 有人这样写 就是这一竖完之后 这边呢 拐了一下 但似乎是多余 直接写成竖笔 是最好 再来写一遍草书的写法 注意这个中间呢 有几个步骤 这两个点要宽放 这个中间 这个地带一定要 叫 收缩起来 要写得窄 下边又宽放起来 这就看出了 肩腰胯 这么几个位置 这两个点 再宽放一点 也都没问题 注意这几种写法 楷书 新书 草书 写花字的时候 都不容易写好 新书的区别 和草书 就在于 它的新笔过程当中的 和集体当中的不同 有关于华字 今天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感谢观看